大家好,我是阿炬 上一期当中,花子意外跟村刚表白了 村刚也表达了他的态度 可没想到的是,村刚在隔天就让花子忘记昨晚那事 两人的恋情刚刚萌芽就结束了 花子反复念叨着这几个字 还问迦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迦代解释说 看着魂不守势的姐姐 夹带直觉是发生了什么事 出门上班的花子又想起雨中的那一幕 他反复给自己洗脑,让自己忘掉 花子来到办公室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 这过度不自然的表现 让众人猜测花子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 这边,花子正虚张声势地掩盖自己的难过 另一边,身在福刚的莲子 也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借书消愁 正读着书的莲子,听到女佣报告说 有东京来的客人要见她 还以为来看自己的是花子 忙问女佣来人是男是女 听见女佣回答是一名男子之后 有些激动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便让女佣将人打发走 来拜访的男子竟然是公本龙一 那个跟莲子在东京发生过争执的学生 公本听到莲子不愿意见她 应是在府里横冲直撞地寻找 凭着一腔少年义气 是要见到莲子 女佣们根本拦不住她 看着突然间冲进房间的公本 受到了惊吓的莲子 呵斥她离开 公本却表示 在跟她说完话之前 自己不会走 说完便气势汹汹地 想要走到莲子面前 刚走了没两步 却被满屋子乱七八糟的书 绊倒在地 气势瞬间泄了一地 莲子健壮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公本也觉得 此刻的场景确实有些好笑 也跟着笑起来 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 在两人的笑声中消失殆尽 女佣们健壮便退了下去 莲子大笑着说 自己已经好久 没有笑得这么开怀了 两个人说话间 公本发现这个女人 居然没认出自己 一时很是恼怒 莲子仔细回想了一下 猜忌起眼前这个男人是谁 想到那次不愉快 莲子以为公本是来找他吵架的 却没想到 对方是来说服自己 为他们的剧团写剧本 公本手里 一直拿着那本绿色的书 就是咖啡馆里 那个老爷子给的那本 原来 那是莲子写的短歌 公本读过之后 就立马来找莲子了 莲子直接拒绝了公本 说自己写不来超过31字的东西 但公本很执着 莲子很是不解的问他 莲子被他的样子逗乐了 忍不住扑斥一笑 公本见状 接着劝说莲子 莲子听完这番话 似乎有所触动 但他直言 这个世道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改变 公本无法反驳 索性换了个策略 不管怎么听这话 都好像带着一抹深情 由公本说出来 似乎既不合身份 也不合时宜 但就是该死的动人 这边 花子越是想忘记村刚 就越是容易想起他的身影 也许 这就是恋爱吧 村刚也有意在躲着花子 工作上需要到葱文堂解决的事情 他都交给了弟弟玉米 晚上 玉米一个人来到咖啡馆 夹带见只有他一个人 便问起英智 玉米说 他哥哥去看嫂子了 原来啊 英智已经结婚了 结婚后不久 妻子就患上了结合病 已经在医院住了三年 听到英智已经结婚的消息 夹带不由地 为花子感到担心 他担心 这件事会伤害到姐姐 便请求玉米 暂时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这天早上 知道姐姐的恋爱 将会是一场不伦之恋的夹带 劝花子放弃英智 花子只好告诉夹带 自己已经被甩了 夹带接下来的反应 却多少打击到了花子脆弱的心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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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馆里 那位出场很多次的老爷子 一翻常态 老早就要结账离开 这让家带有点担心 是不是今天的咖啡不合他的口味 老爷子解释说 是因为跟人有约 经常到这家咖啡馆光顾的老爷子 和家带亲切的交流 两人好像成为了朋友 镜头一转 老爷子走进一个房间 只见房间里已经有两个人在了 而这两人正是村刚俩兄弟 老爷子也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父亲村刚平佑 原来老爷子说跟人有约 就是要和这兄弟俩开会 说完正事 老爷子拦住英智告诉他 他妻子城乡的父亲 不想耽误英智 希望他们家考虑一下离婚的事 老爷子也有心劝英智离婚 但英智并不想抛弃患病的妻子 英智一边不愿意离婚 一边又亲自为花子的一文刊载 设计了全新的版面 也不知道这个男人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是责任大于感情的缘由 又一次想将去葱文堂的任务 交给玉迷 却遭到玉迷的拒绝 英智只好亲自来到葱文堂 拿出为花子设计的版面 问众人的意见 除了三田之外 其他人都觉得 这个方案很不错 花子也很喜欢 得知这是村刚心想的方案 花子在村刚离开时 追到走廊上跟他道谢 道完谢的花子正要回办公室 英智却拦住他 夸他的翻译优美 还说自己会设计出 与之相配的版面 花子听了这番话 觉得他一边让他忘记 一边要对他好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很残酷 他让英智不要再对他好了 便结束了这段对话 咖啡厅里被宇田川逼着讲恋爱故事的花子 将自己和英智的故事 讲给他听 但特意强调了 是自己朋友的故事 要是被这个女人知道 是自己被甩 还不知道他会如何奚落自己 宇田川对花子的故事 似乎不是很满意 让花子有进展了 再告诉他 之后就离开了 宇田川刚离开 咖啡馆里便先后走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公本龙一 而另一个却正是他们的哥哥吉太郎 俩人见到哥哥很是开心 吉太郎却说 自己正在执行任务 让他们假装不认识自己 来到咖啡馆和同伴们聚会的公本龙一 丝毫没有注意到 紧随其后的吉太郎 听到其他学生对莲子的质疑和排斥 公本忍不住为他辩解 见他对莲子如此袒护 其他人只认为 他是被莲子的美貌迷惑了 公本承认莲子确实很美 但他的文学造诣 更令他轻心 吉太郎坐在一边 将他们的谈话听得一字不差 看着神神秘秘的哥哥 花子和夹带什么也不知道 只能按他说的装作不认识 隔天早晨 正在用早餐的两姐妹 正聊起吉太郎 就听见门口传来敲门声 来人正是吉太郎 今天的吉太郎穿着一身军装 与昨天见面时相比 更多了几分稳重 兄妹三人寒暄了几句后 吉太郎就问起家带 关于公本龙一等人的事 花子敏锐地察觉到 哥哥的任务 可能跟那些人有关 但吉太郎总是遮遮掩掩的 他也没有多问 吉太郎没有待多久 就离开了 离开前 三人约定 下次要一起吃个饭 另一边 英智为了兑现 对花子的承诺 又熬夜重新设计了插画版面 做完这件事后 他便将葱文堂的事物 全权交给了玉米 玉米拿着最新的设计 来到葱文堂 正式告知大家 自己将代替哥哥 负责今后与葱文堂的合作事宜 听到消息的花子 很是失落 提胡小姐也感到非常沮丧 玉米拿出最新的版面给总编 由于是给花子所负责内容设计的版面 总编也征求了花子的意见 花子看后 被新版面的插画深深吸引 他却不知道 这画出自英智之手 晚些时候 家带匆匆忙忙来到花子公司 告诉他 店里来了个可怕的大叔 要找花子 还给了他很多小费 花子不知道找自己的是谁 自己认识的人里面 也没有这好人 只好在家带的催促下 跟他来到咖啡馆 花子一进门 就看到一个有些威严的大叔 但花子并不认识他 显然 大叔好像也不认识他的样子 但双方做过自我介绍 花子才知道 那是莲子的丈夫 加纳传著 加纳让花子随便点餐 还给他带了一份谢礼 对之前他留宿莲子的事情表示感谢 见此 花子放心不少 下一秒 加纳的话却又让他脑子一片空白 加纳说莲子告诉他 今天要来这里和花子见面 他是顺便来接他回家的 花子不知道莲子 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 而事实就是 莲子要见的另有其人 那个人就是公本龙翼 虽然不知道莲子的动机 也不知道他人现在在哪里 花子还是小心翼翼 试图帮他圆谎 加纳见花子的神态并不太相信他的话 直接问他莲子现在在哪里 对莲子十分了解的花子 机智地回答 不知道是否真的被他蒙混过关了 加纳说自己没法跟莲子谈有关书的话题 让他们俩聊 说完就离开了 那边 公本带着莲子来到一个路边摊吃饭 莲子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 和其他人一样爽快地喝着酒 其间两人聊起 莲子写的剧本 公本感叹于莲子的效率 但也告诉莲子 剧本并不完美 后半部分需要修改 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莲子一开始坚持不愿意修改 却耐不住公本的软磨硬泡 两人在这边有说有笑 一直在跟踪公本的吉太郎 表情却越来越难看 回到家里 花子看着桌上加纳送的谢礼 愁眉不展 正担心着莲子 突然听见有人敲门 花子打开门 见识莲子并没有感到高兴 莲子看着他的反应 有些疑惑 进门看到桌子上的东西 便什么都明白了 花子正询问莲子去干嘛了 莲子说是去见了一个朋友 花子正要追问下去 门突然从外面打开 一身黑衣的吉太郎 竟直走了进来 莲子看到是多年不见的吉太郎 开心地跟他打招呼 吉太郎却一脸冷宁地说 莲子问那个男人是谁 吉太郎便说出了公本龙衣的名字 吉太郎又劝了莲子几句就走了 走的时候脸色很是难看 花子并不知道公本龙衣是谁 但莲子的反应让他很是担心 莲子跟花子解释 自己和公本只是朋友关系 对方拜托他写剧本而已 但他也说了 花子赶紧劝莲子 不要这么说 他觉得迦娜是个很不错的人 明明很有钱 却不摆架子 莲子听到花子对迦娜的赞赏 却有些嗤之以鼻 花子看莲子的样子 想到自己毕竟对他们夫妻的事情 支支不多 最后只能劝戒道 聊完自己的事情 莲子又问起花子 他和英智的进展 在无话不谈的闺蜜面前 花子不再隐藏自己的满腹委屈 将表白被拒的事情全盘拖出 还告诉莲子 直到事情始末的莲子一脸震惊 心里既心疼花子 又弃英智的不负责任 第二天 莲子便来到印刷公司 找英智的麻烦 他质问英智 为什么要拒绝花子 英智的回答 却让他有些意外 莲子文言便问英智 是不是有事情瞒着花子 见英智不吱声 莲子继续说道 这边 花子看着排版好的版面 直夸插画漂亮 旁边的玉米便问花子 知不知道画插画的人是谁 花子猜想是某位无名画家 玉米想了想 觉得这画也没错 但还是没有告诉花子 这是英智画的 两人聊着聊着 却有人突然打了电话 要找花子 花子接起电话 对面传来英智的声音 英智约花子下班后见面 他有话对他说 花子本想让他 就在电话里说 英智却坚持当面聊比较好 花子只好同意了 挂断电话后 花子心里掀起了狂风巨浪 到底村刚英智这个纠结的男人 会对他说出什么样的话呢 在咖啡厅的时候 家带就已经猜到 姐姐等的人是村刚英智 中途打过电话 问玉米 却从玉米嘴里得知 英智去看望妻子了 估计整晚都会待在医院 见花子还想去村刚印刷 找他 家带终于忍不住 对他道出了实情 花子听后自嘲自己真是傻 爸爸三番五次嘱托 自己要小心 他却还是轻易相信了东京的男人 看着故作坚强的花子 家带既内疚又心疼 却只能在回家的路上 牵紧姐姐的手 深夜睡不着的花子 脑子里又一边回想起 下雨的那个晚上 他看了眼 靠在墙边的那把伞 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忘了他 第二天 玉米拿着更多 富有插画的版面 到葱文堂 大家看了都赞叹不已 花子更是十分感谢玉米 但玉米却说 要道谢也是向他哥哥道谢 这些插画都是他画的 他还说 不管是版面设计还是插画 英智都十分上心 反复修改过很多次 下班后 其他人都走了 提胡来到看着 搞见怅然若失的花子身边 告诉他自己决定放弃英智了 从他专门为花子 设计的这些精美页面里 他能看出 英智有多喜欢花子 这样的感情 他无法插足 所以他想要放弃它 去寻找下一段恋情 花子想要跟提胡解释 但对方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或许花子觉得没必要了吧 毕竟提胡已经决定放弃了 晚上花子回到家 在家门口看到英智正在等他 他停下来 没有说话 英智走到他面前 对昨晚爽约的事情跟他道歉 想要跟他说清楚 昨晚没能说的话 却被花子打断 英智见花子都知道了 除了对不起这三个字 再说不出其他 随后 花子感谢他为王子与乞丐设计精美的版面和插画 英智表示 希望花子今后也能让他继续设计 刊登他作品的页面 花子觉得他很莫名其妙 忍不住问道 英智却说 这并不是什么体贴 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 在情感与责任面前 英智选择忍受内心情感的折磨 承担起自己身为一个丈夫的责任 但同样忍受内心情感煎熬的花子 又何其无辜 葱文堂的众人 为了新杂志的发行 每天都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 只差宇田川老师那边的稿子了 有编辑提出 实在不行 让其他的作家来写 但此时 宇田川却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他在别的杂志上连载的小说大火 一时间风头无两 而那本小说约会故事原型 正是花子和英智 三田津津有味地念了一段小说的内容 直到一点内情的啼呼听了 正要问问花子 本就尴尬不已的花子 这更是恨不得用脚趾头扣房子 还好 这时有人打电话找他 解除了他的难堪境地 来电的正是宇田川老师 对方说 正在写他们约的稿 让他到咖啡馆去见面 花子火急火燎来到咖啡馆 宇田川正在奋笔急疏 花子只好到一边等待 见这两人今天难得没有发生争执 一旁的村刚平佑 也心情大好 不知道等了多久 宇田川终于写完了 花子赶紧走过去 看到书名叫《银河的少女》 花子忍不住 想要一读这部新鲜出炉的作品 他询问宇田川 自己能不能现在就读 宇田川表示 这是他作为编辑的本职工作 得到了首肯的花子 立刻坐下读了起来 读完后 花子激动地称赞道 宇田川对他的称赞很是受用 但还是嘴硬地 让花子提出不足之处 虽然他不一定接受就对了 花子是真的觉得 这部作品很棒 还当场读了一段 他觉得最精彩的原文 刚好那一段 也是宇田川最喜欢的地方 这两个都很优秀的女子 难得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鸣 看到这个情景 村刚平佑似乎也很是欣慰 他胜结账的时候 悄悄对家带说 拿到了稿子的花子 打电话回杂志社报喜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由于时间紧 总编让花子直接将稿子 交给村刚英志 花子有些犹豫 但不想因为私人感情影响工作 便答应了下来 走出咖啡馆 花子正一个人在那嘀嘀咕咕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宇田川的声音 女作家果然很敏锐 花子还想挣扎地解释一下 宇田川表示并不想听 花子来到村刚印刷 见到英志直接将稿子交给了他 两人就工作 简单说了几句话之后 花子就离开了 或许是白天见到了英志的缘故 睁大眼睛躺着的花子 又一次睡不着觉 索性坐了起来 愁闷地撸了两下袖子 却动作太大 吵醒了家带 家带知道他今天去找过英志 便问他有没有事 花子说 自己已经把那些事情忘了 对花子十分了解的家带 让他不要逞强 在他这个妹妹面前 他不需要逞强 两周后 红色的创刊号终于完成 众人在办公室举杯庆祝 这么重要的日子 英志却没有来 提胡便跟花子感叹了一句 还八卦了一下 他们之间的恋情 花子赶紧让他别再提这件事 提胡正要追问 这是旁边的总编和玉米 恰好谈起相成的病情 提胡等人这才知道 英志已经结婚了 提胡赶紧将花子拉到一边 问他有没有事 花子逞强地摇头 提胡拿起一旁的书 感叹 能画出这么浪漫的插画的英志 居然已经结婚了 这之后 每当花子看到这幅插画的时候 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还会难受 医院里 英志捧着一束花 敲开一间病房的门 进去后 只见一位女子坐在病床一侧 听到英志的声音 女子缓缓转过头来 美丽的脸上 扬起甜甜的笑 她 就是英志的妻子相称 接下来 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明天再讲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